和很多电影一样,《战狼2》也不能免俗,也有删减镜头。 而不一样的是,《战狼2》的镜头是吴京自己要求删的。 据吴京木眼时介绍,他怕这镜头刺激到观众,因而选择了剪掉。 牺牲的分队长于非妻子的饰演者陈素,也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证实了这个说法。 那《战狼2》删除的镜头是什么呢? 相信很多观众也都看出来了,就是电影开头这段冷风和战友送牺牲的分队长于非的捕灰回家。 结果正好遇见地匹恶霸降差,地匹恶霸头子还拿枪指着冷风的头,然后撂下了夏儿这句狠话。 结果被冷风一脚踢死,冷风因为一句狠话踢死一个人的行为。 虽然大家觉得很解气,但也有很多人觉得突兀,或者说有一些过了。 而造成突兀或过了的环节正是被删除了的部分。 原片中有一个环节,就是恶霸在威胁完以后,还顺带着批翻了分队长的骨灰盘子。 才有了分队长老母亲和妻子的身上都撒满了骨灰的镜头。 这才是彻底积木冷风的根源。 虽然这种行为是在挑战观众的承受底线,也容易引起社会舆论。 所以最后怕刺激到一些承受力差的观众,而选择剪掉。 尽管没有播出这个片段,但无精的表达着实令人佩服。 这种来源于生活,最后高于生活以电影的形式来呈现的作品,怎么能让人不喜欢呢?